复习 然后什么复习呢 把之前讲过的东西再弄一些 比如说今天讲过嘛 比如说要丢公式 这个怎么做 一样嘛 for 当然你这个时候就不用再单丢一个 我习惯就直接写写回圈了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 然后输出到 i 列的 b 输出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贴过去就好了 ok 所以今天讲的 清除把它清掉 这应该没问题 里面就放空字串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丢什么 丢最后的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就是结果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就插入函数 找到使用的定义 会有一个瓜糊字串函数 资料给它确定 向下填满 也ok 就是这三个东西 那怎么做 一样嘛 所以有的时候你一个套 今天用的公式 流程的话你就是一个样板 反正照着做 应该不适于太难 如果做不出来没关系 把之前写过的程式贴过来改 总会吧 OK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就多练习 就这三个东西 其中我是觉得SARB是比较好用 方圈的话你就看自己工作上会比较长 如果不常用到 也许你就专攻SARB 就非常够了 怎么做 一样嘛 首先的话呢 一我们先切到Vidobasic 二的话呢 就把刚刚这四段乘四 SARB 三个SARB加一个方圈完成 那做法我大概先做第一个 SARB 挖入这段公式 那里面的话做法 我是建议习惯上就是 SARB插入模组 这个我就不讲 因为跟刚刚一样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在这边打字 然后接下来的话流程就是 之前本来我是先 先讲一个初春格啦 我们刚刚是外面在包回圈嘛 那我建议以后就 就直接来写回圈了 那回圈的范围 习惯上是先写回圈 for i 等于第几列呢 第二列到 第十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ext 一般习惯会把VBA浮动在 这一个他的右方 为什么 因为你直接可以看 那你就不要点 因为他的同学问说 点进去他就 VBA就跑到后面去 你要切来这些不方便 所以一般我们习惯是 会把VBA缩小 放在哪里呢 放在右边这样撰写 那这来的话呢 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是B欄 所以一般可能你慢慢习惯 就用SARB 刚刚是哪一列嘛 那你就I列 哪一栏呢 就打个B栏 然后你可以什么 先等于 没有文字 那我是建议 你刚才就把这一段 你没有复制 放在下面就好了 为什么把这边改 改清除就好了 因为其实清除就是这样子写 所以你写完之后 清除就有了 这个刮物章后面的公式怎么样 你就只要把它贴过来就好 贴的话呢 一样嘛 就在这边嘛 那首先一样嘛 你就先把这公式复制 记得按取消 你如果没有取消的话 切不到VBA那边 取消 然后呢 做什么呢 把它贴到记事本里面 做取代动作就好 所以有点像那个 差不多的方法 取代 全部取代 然后再把这一串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这样就OK了 再来做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改哪里 你直接可以先输出看看就知道 输出因为A2 如果你现在全部输出了 那应该全部都没有 因为这边全部都会 都是指向A2 所以其实应该是 把这里面的什么 这个2 1 2 3 4 改成I就可以 那改I的方法 我刚刚有讲过嘛 你就背那个口诀嘛 把2找到 选起来 算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加个I 然后and前后的加加空白 那还蛮好记的 好 做一次给各位看 那当然这个步骤 可以把它固定的SOP 双引号 2 算号两个移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加一个I 然后呢 再把and前后空白 那后面还有 两个三个 一个两个三个 其实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做 今天你要做四次 其实有个方法 就是其实你会发现 有没有 双引号到双引号 一样的动作 所以可以怎么做 复制 有没有 把它怎么样 贴到2盖过去就好 但是这个步骤可能要小心 如果会的话蛮快的 复制 贴到哪里呢 这个 把他这个2盖过去 一个 两个 三个 如果没有错的话 应该就大功告成了 试一下 应该可以看懂我意思 这一招可能比较快 不过如果你不熟 我建议你还是在用那种方法 都练一几遍 OK 反正呢 只要不要做错 都是好方法 OK 刚开始不要急 我发现有东西 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火候 你一定要做 这么复杂的事情 把它更容易 OK了 清楚了 OK 那这样子 我们第一阶段就完工了 那第二阶段呢 比较困难 所以你会发现 输出工是这个 应该大家都做得出来 可是 第二阶段呢 就比较 复杂了 为什么 因为 这里会牵涉到Find Find Find可是问题 VBA 因为我讲过 Excel的函数跟VBA函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 如果我今天用VBA 哪一个函数可以取代Find 哪一个函数可以取代Mind Mind 我跟各位讲 VBA跟Excel一模一样 那 If L 加L 这个在VBA里面怎么修改 这边会牵涉到一个逻辑判断 比较复杂 OK 所以请各位 先试着把这部分先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说 这一题比较难的部分 就是逻辑判断 也就是在回圈里面还在写 逻辑判断 所以 下个礼拜的重点 就是 要再来讲 有关 如何 在我们的公式里面 还有VBA里面 加上一些 逻辑判断 所以又会更难一些些 各位要点心理准备 因为这门课程 我一直强调 你如果把它学好 真的 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 只要你按部就班 我相信 还是慢慢 你可以做出 你想要做出来的 这个 这个结果来 OK 只是说 真的是蛮花时间的 像这种东西 有很多关键的地方 一定要 第一个要做对 要细心 第二个 也不能做太慢 反正直接 尽量就把它练到直觉的 慢慢慢慢 我想你会 越来越有感觉 所以之前 我遇到蛮多 这个学员 最后都回不去了 最后都回不去了 会用VBA之后 他根本不会想要再用 图法令的方式做事情 OK 好快 这个 干嘛还要用那之前那种方法 尤其是资料量变多的时候 你再也不可能去想说 用那种 没有效率的事情 在做事情 做这个 工作 OK 那请各位 试试看 把 用 公式输出 然后一个清除 对 帅